要说到影视圈的大使CP,那可谓是一个比一个甜 虽然演员们在戏外有各自的生活,可是却丝毫不影响剧里的甜蜜 不光年轻的观众刻得起劲,就连叔叔阿姨们也上头的不得了 这里是瞎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爆火的荧幕情侣都有谁吧 首先来说说最近爆火的电视剧《星汉灿烂》 承少商和林不宜之间的感情可谓是献杀旁人 俗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女主并没有像其他电视剧那样高呼我是女前人 但是在剧中她却真正做到了自我 两人的感情一直都是双向奔赴的 林不宜因为复仇不惜抵上自己的性命 在大雨倾盆的夜里是绍商找到了她 绍商因为宣后病是心如死灰 在风雨之中是林不宜拥抱了她,给予她力量 曾经林不宜为了绍商一生平安喜乐 为她选择了外放的好去除 五年后也为了绍商帮成家甚至原家解决一切困难 只为了绍商的一句心安 绍商也为了林不宜把自己关在长丘宫五年 不只是为了陪伴宣后,更是为林不宜赎罪 他即使无法原谅她,依然在为她亲近所有 两个友情人之间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他们之间的信任早就超越了一切 藏兰爵作为仙侠偶像剧 口碑和热度可谓是直线上升 东方清仓和小兰花之间 双向奔赴的爱情简直太虐了 东方清仓为了让月族接受小兰花 甘愿承受九枚世古双眼钉的赌打 作为尊贵的月族尊主 没有舍弃对子民的承诺 作为一个男人也没有牺牲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毅然决然地说,本作动情于她 不但要与她共赴山岳之约 还要为她举办一场三界中最盛大的婚礼 我们都要为爱一个人承担责任 而小兰花也绝对不是只能被保护的弱女子 她甘愿走进伏居洞挨刑罚 以自己的方式赢得月族族人的尊重 东方清仓忍受世古双眼钉的痛苦时 小兰花就守在店外陪她 在小兰花承受伏居洞刑罚时 东方清仓也跟着她一起痛苦 既然本作不能替她承担一切 又怎能让她一个人受苦 这对CP的爱情真的很好客 曾经虐到甘疼的周生如故 当然也不能忘记 最终小男臣王在行剔骨之行前留下绝笔 臣此一生不负天下为负十一 小男臣王和崔石仪的死 让多少观众一难平 幸好出了续集才让剧迷们心中有一丝宽慰 当周生臣遭受剔骨之行时 时已感受到同样的剔骨之痛 她面对杀害心爱之人的仇人 却无法报仇 自己更不可能嫁给仇人 于是她在大婚当日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她绝望地说 请娘恩准女儿舍弃崔幸 自足谱除名 自此崔氏再无不孝女 时宜只是南辰王府的时宜 此话一出惹得不少观众纷纷落泪 是啊 这样的真洁类女面对爱情忠贞不渝 叫人怎能不心疼呢 其实不论出生在皇家还是名门望族 享受着不同于寻常人生活的同时 也必定要承受着不同于寻常人的责任 因此他们之间注定要分别 不光古装剧的情侣好客 就连现代剧的CP也叫人上头 在电视剧原来我很爱你中 桑无焉和苏念青的爱情也很是感动 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前面有多甜 后面就有多虐 两人先是面对桑妈妈的反对 当她知道女儿的男朋友 不仅视力有缺陷还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身世完全不明的时候 妈妈当即就慌了神 马上就订了机票来到女儿所在的城市 不仅如此 苏念青因为身体的残疾和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把自己困在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一直走不出来 虽然在这方面 桑无焉有很大的优势 学心里学的她拥有比别人更强的治愈能力 但是作为母亲 桑妈妈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女儿 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照顾她的人 而不是希望她用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治愈别人 不过幸运的是 两人之间真挚的爱情最终战胜了现实 苏念青不仅恢复了势力 还成了苏总 并且成功挽回了自己的爱情 再来说说电视剧《锦心四域》 这部剧是由钟翰良和谭松韻主演的甜宠胡偶剧 剧中智慧独立的罗十一娘 看上去高冷 专注于事业 实则遇到真爱便一无反顾 她和徐令仪之间的感情线 让很多追剧的观众们 跟随跌宕的情节又哭又笑 朝诚让徐令仪要顾全大局 必须舍弃十一娘 可是她怎么忍心 她为了保住十一娘与全家 选择和他们正面刚 还不惜忤逆皇帝 幸好徐令仪和十一娘心有灵犀 两人联手将他人和海盗勾集的证据找出来 洗刷了十一娘的冤屈 徐令仪从头到尾都没有抛弃十一娘 两人双向奔赴 双向守护 为彼此牺牲的感情很是令人羡慕 剧中两个人的爱情线拉得比较长 先婚后爱 各种滋生的小情愫和宠溺情节 让人看得心惊荡漾 甚至还有很多观众不断地催促两人 早些生个宝宝 也好圆得大家的心愿 古装仙侠剧琉璃中的大使CP 也值得一提 其中斯凤和玄机也是双向奔赴的一对 尤其是斯凤 用了九世消除玄机身上的利器 才换来第十世天真无邪的楚玄机 他追了玄机十生十世 前九世不是被他杀死 就是被他害死 第十世才终于得到玄机的青睐 好不容易第十世 玄机爱上了斯凤 结果一人一妖势不两立 而斯凤为了保护玄机 便隐藏他战神的身份 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幸好后来玄机终于看清了真相 寻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斯凤 为了斯凤不惜与他人为敌 这样双向奔赴的甜蜜爱情 着实感人 在后面的剧情里 斯凤不仅厉害 造型也是非常帅气 而玄机 无论是前面战神的造型眼神 还是后面清纯可爱的模样 都撩到了不少观众 两位主演虽然不是大流量 但是演技真的可圈可点 很是值得一看 三生三世枕上书中的 凤九和东华帝君 也是双向守护的爱情 凤九作为堂堂青秋帝鸡 为了东华帝君 甘愿变成一只成天 黏着他的软萌小狐狸 后来甚至为了帝君 甘愿下凡杜劫 在凡间经历生离死别 凤九对帝君的守护 从来不求回报 帝君甚至都不知道 那只陪着自己的小狐狸 就是凤九 后来帝君为了凤九 不惜打开蛇阵 把凤九送上天 帝君自从确定自己的心意后 就毫无保留的为凤九付出 最虐的是他在自己快语化时 竟然PO了半颗心 做成戒指 只为在自己死后 能继续守护凤九 因为凤九曾说过 青秋男子会PO心来证明爱 结果帝君信以为真了 这代表他对凤九无私的爱 真是又甜又虐 叫人很是上头 不过还好他们之间 都明确了彼此的心意 默默付出者 这样甜甜的爱 真的很值得观众细品 接下来的一部 天机之白蛇传说 同样有着令人 抓心脑干的甜虐滋味 白瑶瑶和许萱的爱情 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白瑶瑶为了许萱苦苦寻觅千年 她为了救许萱 擅自盗取仙草 触犯天条也在所不惜 而在大结局中 许萱为了守护在雷锋塔中的白瑶瑶 将自身陷骨化血 以此来消除白瑶瑶身上的魔气 并拜托法海 替自己照顾白瑶瑶 而在这部电视中 杨子对于白瑶瑶的演绎 也吊打其他小花 既有侠气也有仙气 眼神直接撑起了整个剧情 出化成人时天真懵懂恋神 这就是少女面对心上人时 最楚楚动人的模样啊 难怪许萱会义无反顾地爱上她 好不容易千年后能够与爱人相聚 在她面前也完全不需要任何包袱 只需要做一个贪吃的少女 就连贪吃的时候都这么可爱 男友力爆棚的许萱 和古灵精怪的白瑶瑶 让不少观众刻得停不下来 最后就来说说陈希元吧 剧中的男女主简单大方 没有什么试探 大友既然认定了你 爱上了你 就是要对你好的气势 九成和灵溪之间成年人的爱情 丝毫不拖泥带水 看得人直呼过瘾 第一是灵溪被保护得很好 天真不知事事险恶 天性使人 加上一鲜乐伯的颜值吹捧 使她对追求心爱之人这件事很是坦荡 第二是先天的不幸和亲人的不待见 让她变得谨小慎微 擅长察言观色 这一世她走出了象牙塔 开始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后来与九成相恋 让她不得不面对自我存在与否的拷问 最后在反复的自我怀疑里 她坚定了自己存在的真实性 所以在傅林渊的时候 她才会告诉九成 九成你记住了 与你同在桃花小柱 为你裁衣煮饭 愿意嫁你为妻的凡人 她叫林墨 这样互相成就的感情 真是令人羡慕 影视圈的荧幕情侣 往往会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爱情的伟大 每一段感情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故事 可是爱没有界限 也无关乎时间地理 无论天涯海角 两个人彼此牵挂 互相珍惜 这对屏幕前的观众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小米家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荧幕大使CP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